欧盟指挥会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调查结果将决定是否寄出惩罚性的关税 欧洲政坛普遍支持欧盟委员会的这个决定 因为时候落幕的德国慕尼黑车展当中 参展的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数量之多前所未有 不论是技术或是款式都把那传统的汽车制造商比了下去 凸显欧洲在电动车发展领域的步调落后 因此欧盟指挥会决定对中国展开了反补贴调查 以保护欧盟的汽车制造商